大家好,我是千云 今天要说的书,繁体书名是 无聊心理学 我们为何无聊? 无聊不好吗? 无聊时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简体书名是 我们为何无聊? 作者是来自加拿大的心理学家 詹姆斯·丹克特 以及约翰·伊斯·特伍德 你有感到无聊的时候吗? 无聊时你会做些什么呢? 最符合时下的典型例子 就是一感到无聊 就会立刻掏出手机滑两下 我们多数人已经习惯低着头 将自己埋入那小小的四方屏幕里 就能立刻进入到另一个世界 与这个当下完全隔离 也许我们自己都未曾注意到 其实这个举动正暗示着 我们感到无聊了 就例如当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工作 明明手机没响 但我们就是会时不时的打开手机 看看有没有人找自己 不然就是浏览一下社交媒体 或是去找同事聊天 吃点小零食 明显的我们工作一半时已经走神了 已经感到无聊 因此我们需要新的刺激 来解决这种无聊感 所以我们产生了一个新的欲望 也就是需要将当下的注意力转移 需要另一种新的注意力 才能够将工作中所产生的无聊感 转移到另一个新的事物上 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 非常投入到工作中的时候 这种时候一般上我们连手机都不会想起的 对不对 再举个例子 好不容易挨到了廉价 你感到蠢蠢欲动 想要做些什么来充实这个廉价 但是到最后还是掏起了手机 无所事事的浏览一整天 就这样难得的廉价就过去了 你也因此感到有点沮丧 无聊感袭来 你无法获得满足 其实这种情况缺乏的 是一种对生活的投入感 这是我们很多人都缺乏的 也曾经历过的 就是对生活全然投入的感受 相较于以往 或许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更容易感到无聊 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 自娱自乐的能力 于是低头足成了一种社会常态 只要打开手机 就能立刻投身到网络的花花世界里 那里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有各种丰富的画面与声音 来刺激我们的大脑 来掩盖我们心中无聊的感受 让我们一刻都不能与自己安静相处 而宁静反而成了世上最独特 最稀缺的东西 无聊本身没有错 谁都有无聊的时候 但是如果总是太轻易的就感到无聊 那么也许我们就得注意了 而且我们平常又是以怎么样的方式 去解决这种无聊感的 因为无聊伴随而来的副作用 很多时候都是负面的 无聊是一种怎么样的状态呢 为什么我们会感到无聊 无聊其实就是我们期待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但又无能为力 同时对眼前的事物又无法投入其中 上一秒你还眼齐西谷的倒躺在沙发上 不愿意移动哪怕一寸 下一秒你就紧张起来 在客厅里焦虑的躲步 想找些什么事做 但没有什么能满足你躁动的心 每次想到一件事 你就会告诉自己 还是算了不值得 这种想做点什么 但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的精神 没有获得满足的欲望 我们多数人应付这种欲望 就是依赖网络 或是依赖其他叫轻易获取的娱乐方式 例如不停的消费 来打发这股欲望 但其实这种因精神不满足 所产生的无聊感 一点都没有获得真正的释放 反而又使我们对外界那些便捷的娱乐方式上瘾 然后又进一步的需要更快速 更大量更喧闹的刺激 来逃避这种无聊感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新闻标题越来越爽动 判断与舆论来得越来越快 短视频也越来越受欢迎 能迅速引起关注的无厘头行径也就越来越多 这些都不断的给予我们新的刺激 永无止境 人们试图往外寻找更多的新鲜感 更多的刺激 以解决精神上的不满足 但终究其效果是短暂的 因此焦虑不安 易怒 急躁 抑郁 莫名的烦躁 空虚 精神疲劳 难以集中精力等负面体验 就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 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已经成了全球的流行病 特别是年轻人的自杀率逐年增加 在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个充满争议的新型精神疾病诊断提议 网络成瘾 信息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我们涌来 仅仅是睁开眼与世界打交道 就感觉像对着消防栓猛灌水 太多了 精神刺激太多 意义却很少 留下的最终还是无聊 我们为什么会无聊 有两大因素导致无聊的诞生 一 期待做点什么的欲望 二 意义的缺失 期待做点什么的欲望指的就是投入感 我们也许面对很多事情不得不做的压力 但没有一件事能令我们全然投入 虽然我们能完成这些事情 却没有一件事是出自我们的自由意志所选择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能动性面临挑战 能动性就是我们主宰生活的能力 是基于我们的技能与表达自己的欲望所产生的 当我们的能动性受到限制与挑战 我们就难以融入这个当下 我们会觉得自己无法控制当下 一切都是被迫的 因此我们就想要逃离这个当下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完成了工作 却难以感到心满意足 只觉得自己累得像条狗 因此下班后我们就沉迷于刷社交网络 或者是购物来获取精神上没得到的满足感 虽然这些方式能够立即解决无聊感 但其效果终究是短暂的 对生活我们依旧感到郁闷 同时有的人下班后选择跑步 瑜伽 阅读 写作 画画 冥想 或其他带来心灵成长的方式 往内探索精神上的满足 与自己安然相处 作者说这才是打发无聊感最好的方式 也就是说行动起来才是打发无聊最好的解决方案 而这种行动必然是带着自发的主动性与目标来完成的 也是我们在技能与兴趣之间达到的一种平衡 我们选择如何应对无聊的方式将会大大的影响我们的生活 要么提升要么是降低我们的生活能量 还记得我刚出社会工作时 那个时候也是觉得上班非常的无聊 压力也很大 所以一到周末我就会约朋友去逛街一整天 去唱K 看电影 大吃大喝 不然就是玩电子游戏 拼命的刷社交媒体 宅在家里整天躺着追剧直到三更半夜 但后来我却发现这些方式并没有帮助我舒缓任何压力 反而是加剧了我的无聊感 令我变得更加的郁闷 但同时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对上班这件事就更加提不起劲了 后来因为阅读 写作 早起到森林或公园走走 玩乌克力利 学习一些新技能等 这些活动反而让我觉得周末过得很有目标 很充实 反而各有动力去上班 你可以选择投入一些毫无避意的行动 握在你朋友家的16平方米的地下室里刷手机 或者在酒吧里放纵自己多喝几杯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 更能让你有效投入的活动 出去跑个步 读本新书 拿起吉他弹个经典小曲 很难想象那些会自发的与这个世界产生链接的人会无聊 不幸的是 无聊总是和那些不良选择联系在一起 包括不断增加的冲动和上瘾 同时当我们认为自己正在做的事毫无意义 无聊感也会有然而生 因此无聊是注意力不足与意义的缺失共同的结果 寻找生活的意义是人生里最重要的事 否则我们将对生活失去希望 这也是奥地利神经学家 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弗兰克 一生都在致力提倡的异义疗法 我们眼睛看见一样东西时 我们的耳朵听见一句话时 我们的心就会立刻给予这件事一个意义 或者说一个交代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意义对我们是如此的重要 那是人的一种基本需求 也是我们与动物之间的差别 而创造意义的重要在于 能鼓励我们更积极的投入这个世界 而非被动的参与世界 有的人在单调的流水线工作中感到无聊 但有的人却能从中找到意义及乐趣 无聊感正在释放讯号 或许是我们做某件事的方式不对 必须改变方式 或许是我们应该去做那些能带来深层满足感的事情 如果我们能抓住无聊感所释放的讯号 我们就能尽己所能 去寻找另一种技能投入其中 对我们来说用充满意义的方式 来填补精神上的缺失 让生活的幸福感增加 降低抑郁与焦躁等情绪问题 我们回应无聊的方式正是我们回应生活的方式 是要被动的向无聊屈服 还是要卷起袖子行动起来 我们或许无法事事如愿 我们或许受限于周遭环境与条件 我们的行动或许微不足道 但无聊暗示我们 唯有行动起来才是生活之道 无聊来袭时要做些什么 第一件事就是抛掉任何会控制你注意力的东西 第二件事 展开能实现能动性的行动 在选择做些什么的时候 我们尽量去选择那些能带来自发专注力的事物 这种时候你的专注力不是被动的 而是主动的 1975年 心流是由米哈里教授所提出的心理学概念 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幸福与快乐的概念 对这位教授来说 我们做什么没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是如何投入其中的 我们是否足够投入 这件事能否带给我们意义与目标 心流就是我们非常集中的做某件事的时候 会完全沉浸于当下的一种状态 是一种浑然忘我的体验 当我们体验心流时 必然有高度的控制感 有明确的目标也有清晰的反馈 而我们自身也有相对的能力与技能来应对这种挑战 这些都是无聊的反面 因此心流绝对是解决无聊的解药之一 在心流的状态下 你甚至注意不到时间的流逝 心流的其中一项特征 就是我们在进行这项活动时 不会觉得特别的困难或特别的简单 难以达成的挑战或太容易做到的事情 这些最终都会产生无聊感 只有适度的难度 适度的掌控感才能带领我们进入心流的状态 而当我们进入心流时 我们很少将专注力放在自己的担忧或恐惧上 这种身在其中的感受会大大降低我们的焦虑感 从而获得一股全然的平静 我想这也是很多世界级运动员 常常会散发一股全神投入的专注 而这种专注导致他们的脸上有一股平静的神态 仿佛时间也因为他们的全然投入跟着静止了 我们很少会看见这些世界级运动员 在上场时一副慌慌张张的样子 相反的 他们展露出的是一股坚定而专注的神情 令人为之着迷 那么除了找出自己的心流 还有什么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摆脱无聊感呢 有人确实没有什么兴趣或爱好 那么这种时候我们可以找出令生活变得更有乐趣的方式 例如有人觉得看书非常无聊 那么我们可以试着令我们的阅读体验增加一些乐趣 例如参加读书会 到自己喜爱的咖啡厅看书 为他人朗读你最爱的文字等等 再举个例子 有的人不喜欢走路 但又想投入走路这项爱好 那么我们可以试着为走路这项体验带来更多的好奇心 例如一边走路一边寻找紫色的花朵 然后用手机拍下记录起来 下一次的走路就试着去找出自己喜爱的大树等 这就称之为逻辑倒置 逻辑倒置就是我们先让事情看起来有趣 慢慢的我们就会觉得这件事有趣了 兴趣反而成了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 那是因为我们的关注令这件事变得有趣的原因 一旦投入任何事中 兴趣就会产生 进而加深和维持我们的投入度 无聊不仅仅是缺乏兴趣 无聊除了感觉到手头的事情不够有趣 无法满足之外 还包括一种不安分的投入欲望 如果没有特别的兴趣爱好 那么可以尝试冥想 冥想就是为了培育我们的专注力 减少因各种欲望而产生的胡思乱想 进而稳定情绪 这种稳定力还能够产生智慧 多数人因为无法面对自己与安静独处时的无聊感 因此需要依赖外界的各种画面声音来逃避这种无聊 但我们已经知道 这不过是治标不治本 它终究无法解决我们真正的问题 这本书《无聊心理学》告诉我们 无聊不过是对行动的号召 我们的回应方式很重要 是要逃避它掩盖它 还是要迎接它主动的选择 我们如何选择回应无聊 就是我们选择回应生活的方式 与其说无聊是好事 不如说偶尔不被世界刺激是好事 接受更少的刺激 抵制那种让外在的事物来驱动 和控制我们的行为的冲动 是一件好事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有意识地选择我们在生活中做些什么 以及做这些事的节奏 我们投入这个世界的方式 由我们自己来做主 当我们不断寻找新的刺激来掩盖无聊感 我们只会变得越来越焦虑紧张 正如作者所言 这种时候我们将与自我越来越远 发现真正的自我 发现我们真正想做的事 才能达到心灵上真正的富足 这就是无聊企图传递给我们的重要讯息 无聊让我们面临一个既简单又深刻的问题 你要做些什么 无聊并不在外面 它就在外面和我们之间 无聊是与当下的隔绝 今天说书就到这里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帮我点个赞 并订阅这个频道哦 谢谢